好 第五節的啤梨晚播 剛剛播出的應該在YouTube看到 最新羅大佑在美國演唱會裡面 蔣志光過去跟他一起唱這首 三十三年前的歌 叫做《皇后大道宗》 當然聽就覺得很好笑 都不無唏噓的 今天聽就更加沒話說了 尿不到真的成為局中之人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這個《皇后大道宗》 這一節我們要做快一點 講短一點 講一下黃征 黃征在《笑看江湖》的頻道裡面 最新的集中找到關獸媒族拍檔 講他以前的事情 他就說 他直應 他跟那些女主角 都是有些女主精女郎 都是有些交往的 他說 自己做過這麼多年 導演 拍過這麼多女主角 他說 有些 好像有著名的作品 《武俠七公主》裡面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他說 當年有楊子瓶、鄭玉玲、張萬鈺、張敏、 吳君如、陳嘉玲和關永可 但是一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好到不得之了 他一開始拍的時候 都打算出來了 這麼多女演員 沒事 他說 但是 亦都有一件令他非常難處理的演員糾紛 他說 令到他不知怎樣處理 有點尷尬 就是一套劇集來的 二千年左右 在亞洲電視上拍的 他沒有說到是哪一套 正是說 一是發生了一件掌掌事件 就是什麼呢 有兩位女演員 其中有一位呢 有些挫折 我呢 就專程找他 來做一個重要角色 希望 幫一下他 其實以往我曾經跟他交往過的 他就可能覺得 我找他做 想跟他搞一些關係 其實我真的不是這樣的 一個曾經跟他交往過的女生 他想著幫一下他 那其他交往很多 黃晶提到該女演員的想法 竟然導致他在劇集中 拍攝期間 刮另一個女主角 因為他覺得我 真是偏心另一個女主角 居然發脾氣 就刮了一巴 黃晶說 那時工作人員 就找他出面 搞定他 但是黃晶就得知現場有記者 於是決定去避三射 他說如果我那時進去就死定了 就真是大新聞 結果他避了 事情也沒有被報道 但其實你有沒有進去 如果一個女主角打另一個女主角 都一定有新聞 你當然要進去 黃晶就說 自己跟兩位女主角之間 其實沒有任何事情 只是想幫其中有一位 誰知令到那個產生很多 不會這樣說 直播期間 有網民就留言了 是不是陳小姐和李小姐 你來真陳教授 那麼翻查黃晶的亞洲電視拍攝的劇集資料顯示 關於《美麗傳說》裏面 就是由陳法庸和李麗珍做的 相信 該位網民警察掌掛事件 就發生在陳法庸和李麗珍之間 但黃晶節目裏面 堅持不透露兩位攝氏女演員的身份 事件也無從稽考 我真的沒有留意了 首先 如果你說是這件事的話 黃晶和亞洲不是拍了很多戲 在2000年前後 《美麗傳說》 但是黃晶 你說如果他想扶一個發展得不太好 在那時候來說 我直覺會覺得是李麗珍 嗯 李麗珍和他曾經有個交往嗎 他就不知道 是吧 陳法庸有沒有聽過 陳法庸是很flet的 發展一直到 是吧 不知道 還是 阿禎哥 其實現在你搞這個網台 開頭我以為他想著幫我女兒 原來不是 他真的自己說 是香港 又找了關授味出來 是吧 那 不是做到這樣吧 你說我們 就要靠Youtube 雖然被人捏著一個春袋 來賺錢 你黃晶不用 是吧 世歸 梁小龍 我明白 你黃晶不用 是吧 要關錢方面 是吧 是吧 真是不知 可能都要找些世歸 又過癮 又過癮 是吧 那方力申呢 亦都接受訪問 反正我不是很想說 雖然我都在說方力申 反正我沒有在稿裏面 我昨天看報道 那是誰呢 糟糕了我真的老是癡呆 真的要喝清潔檸檬汁 地道游泳的女生叫什麼 何思培 對 何思培 何思培 昨天簽名會 先不要說何思培 即是那些人怎樣去排隊 他怎樣充滿笑容 怎樣出職完那個簽名會之後呢 自願留多幾個小時 是逐全沒有人簽了 selfie 然後他又再說 再重新 覺得結果不重要 過程重要 重新希望家長可以放鬆些 給小朋友參加他們喜歡的東西 再重新就是說 真是很難 他到現在都很難相信香港人這麼喜歡他 因為無論是今次的簽名會 在外國有時候 見到偶遇一些香港人都很熱情 那我覺得除了你因為 你拿了四個奧運獎牌之外 你問我 我就算撇開了 所謂的阿康文是藍絲 就算張家朗兩個金牌 都好像沒有那麼有觀眾緣 當然我們都會喜歡張家朗 其實我想很大原因就是 他那個 對答或見記者說話 他真是很得體的 很謙信的 你真是很難怪的 竟然 竟然 只是憑藉著 就是說 他說 我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學游泳 在香港接受訓練 當然是你所當然代表香港 因為有些人跳的 當然是半個鬼妹 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思想很狹隱 這些思想 他不代表香港 他還可以代表哪一代 你問我 如果我是他的話 算了 你半個鬼妹又怎樣 不是值得華裔 對 所以我們香港有個好處 其實也是 不知道 我們九成幾的人都是華裔 於是我們很少會面對一些 生活上面 譬如我們說他怎樣怎樣 什麼歧視 但是 既然我們大多數 就更加要 要寬敞的心情 喂 香港人 當然 以他那種 他可以選擇 譬如他要選擇代表愛爾蘭 但以他 他正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學游泳 在香港受訓 是很理所當然 有什麼質疑 有些人很合藝 有些人 那方律生這件事就不說 他最主要是說 他跟葉娟 即是他女朋友 他說直言視對方為結婚對象 那方律生說說 說了四十多日歐 那視對方為結婚 這個葉娟 是不是說那個邪教 OK 那就OK 其實我真的覺得 你們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有什麼所謂 那麼 方律生他自己都有這樣說 他說其實在疫情期間 真的沒有東西混 他都很懷疑自己能力 演出舞台的 令他恢復自信 那麼 他有時候 女朋友就叫他 不懂得這麼辛苦 賺這麼多錢來做什麼 那麼 他就說他女朋友 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買名牌又不買的 那麼 老實說 如果他很複雜 他就不會去尋求 宗教上面那種 尋找著奶的東西 他就跟他解釋 男人事業對男人很重要 很重要的 因為可以有自信 和安全感 就不只是為了錢 他說 好像他做學校那樣 有時賺錢 有時賺錢 就算賺一個月 又不會發達 但是 看著小朋友 對游泳 又不懂得 到喜歡 又恐懼到開心 唱泳 甚至參加錶賽 影響感真的很大 OK 他說 方律生就說 經常跟女朋友聊天 他說 很多男人不喜歡聊天 但是女人喜歡 所以他會跟女朋友談天說地 很有得著地說 不知道女朋友的階段是 真的去到老夫老妻的時候又怎樣呢 我覺得溝通也是重要的 好 我們要做短一點 買一個廣告 不要計算 各位 各位網友 我當然第一張照片 出的就是這個 是不是出了 就是這個 貓山王 不用說 我也是這樣 其實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不過我現在繼續向大家 推銷一些好吃的產品 是吧 348元 白粒裝的貓山王月餅 如果你打算不送月餅的朋友 就沒辦法 如果你打算送月餅 而你受禮的朋友 有吃榴槤的 一定要吃我們的貓山王 OK 當然 你說如果有些網友 你連都有的 就是想買些月餅 來孝敬本人 或者阿正 那我就 卻之不公 那我就需要一盒 傳統月餅 因為我沒有理由 拿貓山王去拜神 那你們不送都沒有所謂 我都會有的 我都會買的 不過如果你們說 家裡多了 因為覺得很浪費 其實我拜完神 你知不吃月餅 其實 拜完神那些 不是的 就是月餅你吃不吃 那你不吃 就是你吃得多少 一塊半塊 還是一個 一個 一塊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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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一個 那不是你的 那些 那些 那些就要分了 傳統那些 那些 我又為什麼呢 拜神 我是喜歡傳統的 用來摘 拜神好像好養 那些 但是我真的 八分之一 我都嫌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但是你說 真的變得很浪費 也不知道賣不賣好 OK 好了 那 另外 有黑刺 這個是四粒 黑刺 有人喜歡吃黑刺 有人喜歡吃貓山王 所以說 級數是黑刺再高的格 這次我剛剛跟網友 其實我聽過 Lawrence的節目 她分享馬來西亞 她說很多網友想叫我們搞 其實是可以搞的 是純粹 因為我也方言知道 她說搞一個神秘的探險 純粹是吃東西 以及關於一些 訪問的巫師 鋼頭師 就是那類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考慮什麼呢 就是我們 繼續賺錢 你如果沒有錢 他說權費一定不貴 就是她說定 會不會不貴 我們吃什麼 我成本六千 我起碼是否每個賺你三千都不過份 十個都是三萬 但一團人三十人都是狗皮 很小錢 我們這麼辛苦 大哥 就不是靈探 哇 真的要攀山攝了 但是你扔神秘之地 你見過那些巫師 但是你認識什麼 等於飛頭鋼 這麼簡單 老實說 另一方面我真的不熟 我不是認識這些人 但是我認識那些導遊 Lawrence 聽到很新奇 我也聽過很多年 飛頭鋼 扔你有沒有扔頭出來 扔你的腸 心狂皮舉腎 扔你有沒有扔頭出來 其實那個不是降頭 他們做壞事 所以馬來西亞人 他們有幾個房子 第一他們會穿巴迪 那些衣服 不要穿白襲衣服 很少見的 那些巴迪是花的 不讓他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讓他們的降頭 沒有那麼濃烈飛到給你們 第二 在家裡 怕別人會弄個飛頭鋼 你弄個尖的 它在頂上 等你 然後飛到頭進來的時候 你搶 那些腸子 被他踢著 就死了 很厲害的 還有 我們去馬來西亞 因為 根據 Brandon說 就是我們的馬來西亞導遊 他說那些巫師 飛了頭出來之後 身上要用醋浸著它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不是 他回來後 身體可能會被人偷想 咬下去 OK 好了 所以如果你發覺那些人 有醋味的 你要小心 他可能就是那些 吃人去玩飛流光的人 我心想 你們想像我們七郎 我們這麼多醋 經常都有醋味 對不對 其實 很多事情搞 你要南洋這些 什麼好想普通 但如果搞這些團 我好像今次去那個 古堡 鬼古多道 這只是我們買份 那時候我們不是買 記不記得我們在街市買份 中文報 不知江湖言日報 還是什麼 吵你裡面出紙 八丈 吵架 八丈都是講鬼的 吵你不是這個 吵你 老公勾佬 我們要怎麼處理 又說要什麼 說好 好了 接著是什麼照片 各位 這一隻 就是我們的 泰國頂竿 正常來說 我真的從來不會買這些 阿正吃過 我兒子也吃過 我的網友也吃過 那些網友叫我 喂 開一包給人試吃 他說試吃 他說 我不是說不買 我試吃 買多一包 那我考慮一下 為什麼呢 喂 如果你老母不肯信我 就不要想買 這一隻餅真的很棒 你看它 這樣是十二包 一包有三十六克 一包都好多塊 八至十塊 好多好吃 真的好吃 很神奇 十二包 八至十塊 一包 賣三十六元 那我呢 為什麼呢 跟回公價呢 外面有些人賣三十八 那些人賣三十五 那我三十六 跟回公價 公價是三十六元 那麼 我真心希望大家 給一次機會 這包餅 這包餅 這包餅不是外賣的 我純粹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賣這些東西的 你怎麼會做得到 暗狗狗 賣十包都是三百六元 我怎麼會做這些東西呢 我賣一個 一個頭髮機 一萬一萬三千八 好過 但是真的好吃 你們吃了 真的好吃 那麼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到下一張 下一張照片 應該是不是獨立包裝 不是 下一張這一張也是 這個我很限量的 OK 為什麼我會拿出來說呢 因為這一張的期間是稍微短的 現在九月 我十月尾就到期了 這是豬肉乾 因為它本身很短 為什麼呢 這就是日本的豬肉乾 它奇在什麼呢 它吃下去 它不是像豬肉乾 它是像你剛剛燒烤完出來 咬下去還是有軟身 還有有juice 就是有肉汁 很好吃 而且 又不是應該我買的價錢 不知道是42元 43元 大家真的要試一下 我都不多 百家包就是 但是真的要試一下 其實簡單來說 就好像你在爐裡剛剛燒完 那種軟 就不是說燒乾柴皮的東西 很冷靜 OK 好像43元 好 這是什麼 一瓶裝飾 好了 這一瓶應該是我的新果 我先看看 沒錯 沒有什麼特別 肚汁 100 100 100是什麼呢 100% 應該 OK 就是 喏 大家真的要喝一下 我覺得有些貴的 18元一罐 但是就很扭飲 你會跟我的那個 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金汁呢 不枉多樣 不過有些人呢 就可能會嫌不去甜 但是他們先 沒有辦法 水蜜桃是很甜的 你吃過水蜜桃 如果今年 我沒有賣 大唐嶺 今年外面最便宜 八十幾元一個 那你說要多少個 才拿到一個汁呢 水蜜桃可能 一個都拿到 但是 會十幾元 水蜜桃幾十元 如果大唐嶺 八九十元 OK 好 下一張 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包裝醋 不特別說 因為我們要追時間 293元 包裝之裝 暫時還有貨 賣完這個禮拜 就應該又要訂貨 自己看著自己的貨量 但很快就再重新 應該沒有太多的照片 有的 有的 今天就下次試出去了 休息一會 這個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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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